哈喽大家好,在今天这部视频当中我们就继续看一下 在奇幻战锤的官方背景当中 基斯里夫在步兵、骑兵、野兽以及战争机器等这些方面还有哪些兵种 或许能在未来引入到全面战争战锤3当中 首先我们知道在背景当中基斯里夫主要就有两大民族 一个是北方以游牧部落为主的乌格尔人 另一个是南方比较像帝国的戈斯布达人 两个民族虽然在历史当中有很多矛盾 但是现在已经基本融合 特别是在基斯里夫的步兵当中 基本上都是由两个民族混合组成的 不同点是在骑兵方面 就是基斯里夫北方的乌格尔人主要是以攻骑兵为主 而南方的戈斯布达人则主要是以枪骑兵为主 在基斯里夫的整体兵种构成方面 这个国家也和我们目前在预计当中看到的巴托尼亚 有些类似也是一个主要以骑兵为主的派系 那只不过基斯里夫的骑兵主要是以速度快的轻骑兵为主 当然这也是因为基斯里夫这个国家 在背景当中就是经常遭到周围的诺斯卡绿皮鼠人 以及混沌势力的截略 因此他们就经常需要大量的骑兵 作为巡逻部队或者是快速反应部队来应对这种情况 那在接下来我们就首先看一下 在背景当中基斯里夫在步兵方面具体都有哪些 那首先在第六版军书当中 GW就单独介绍了基斯里夫的一种步兵 也就是这里的克萨尔步兵 基斯里夫的这种兵种 其实和矮人的一些兵种是有些类似的 也就是克萨尔步兵也是一种混合兵种 有持单手斧和远程弓箭的 也有持双手重型武器和远程弓箭的 并且克萨尔步兵也有类似抵御冲锋的属性 那只不过它们在护甲方面 主要是以轻甲和中等的护甲为主 在桌面上这种兵种也有一个升级版 就是克萨尔勇士 放在游戏当中可能就是相比于一般的克萨尔步兵 会有更高的护甲或者是更高的伤害 另外根据战传RPG第二版当中的记载 在基斯里夫的厄伦格拉德这个地方 还有一种特殊的 或者也可以称作是精英版的克萨尔步兵 也就是这里的厄伦格拉德射手 这种兵种在背景当中装备的远程武器 是从帝国进口的火枪 而它们的近战武器则是这种双手大幅 那显然放在游戏当中 这种兵种就可以作为一种既可以远程破甲 又可以近战破甲的混合兵种 那基斯里夫的另外一种我认为有可能引进的兵种 就是当年在莫德海姆规则书当中出现的 这种装备勾连的基斯里夫适送 这种兵种放在游戏当中 或许就可以作为基斯里夫一种有反大家成的近战步兵 最后就是在当时的战争大师规则书当中 GW还为基斯里夫引进了另外两种基础的步兵 就是普通的扶手和弓手 从桌面规则上看 基斯里夫的步兵大部分是具有抵御冲锋的能力 以及较高的士气 那缺点的话就是它们的护甲可能是相对较低的 那好了以上呢 这些就是我盘点的基斯里夫的一些简单的步兵 那在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基斯里夫重点的骑兵具体还有哪些 首先在第六版军书当中 当时GW为基斯里夫是推出了三种骑兵 那第一个就是沃格尔攻骑手 这种号称是整个旧世界速度最快的骑兵 另一个就是基斯里夫非常有特色的语意骑兵 那据说这种骑兵在冲锋的时候 它们身后特制的语意会发出恐怖的鸣叫 那最后一种则是相当于精英语意骑兵的施救军团 当然这种骑兵和我之前讲的帝国施救骑士团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们的坐骑也不是施救 这支军队之所以被称为施救军团是因为当年这支骑兵身后的羽翼 是用他们猎杀的施救羽毛做成的 当然在桌面上这三种骑兵也都有各自的升级版 因此放在游戏当中可能就会变成六种骑兵 其中乌格尔弓骑手可能就是一种枪甲甚至无甲 但是可以移动势机先锋部署 并且有迅捷如风这些特性的一种弓骑兵 而升级版的乌格尔弓骑勇士 可能就是在护甲或者是在伤害方面会有一些加成 而基斯里夫的羽翼骑兵和施救军团 虽然在桌面上是属于一种装备重甲的骑兵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种骑兵的战马相比于帝国和巴托的骑兵 是都没有护甲的 所以它们的护甲程度放在游戏当中 或许也只能在60或者是80之阶 当然它们的优势可能就是移动速度快 另外我们通过模型也可以看到这种骑兵 也都是普遍装备盾牌的 在特性方面 基斯里夫所有的羽翼骑兵在桌面上都有一个荣耀冲锋的特性 那放在游戏当中 可能就是受这种骑兵冲锋影响的敌方部队 会遭到惊吓或者是惊骸 也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领导力的削紧 而除了以上这些在第六版当中出现的基斯里夫的骑兵之外 通过之后的战锤RPG第二版《兵女王国度》 我们还可以看到基斯里夫社会当中的三种职业 或许大概可能会被CA作为基斯里夫的骑兵兵种引进 那第一种就是背景当中 基斯里夫现任兵女王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 在背景当中 他们主要是负责沙皇家族成员的安保 或者是负责去调查犯罪活动 混沌邪教活动 当然有时候也会被派去执行间谍任务 因此我看到国外玩家也有人认为这种兵种可能会作为基斯里夫一种类似帝国猎物人的那种英雄事物观出现 当然如果作为一种骑兵出现 契卡在游戏当中也可以算作是一种装备中等护甲具有反步兵能力的骑兵 第二种职业就是在背景当中负责基斯里夫北方边境地区巡逻的草原游骑兵 这种兵种在设定当中也是一种攻骑兵 并且经常猎杀一些当地的怪兽 那放在游戏当中或许就可以作为一种具有远程反大能力的远程攻骑兵 最后一种职业就是在背景当中负责守卫基斯里夫皇宫的波卡皇宫禁卫 而因为这种兵种在背景当中有的是从克萨尔布兵当中招募的 有的则是从羽翼骑兵当中招募的 所以也有人认为在未来在游戏当中 可能会有步兵版的波卡皇宫禁卫和骑兵版的波卡皇宫禁卫 那接下来关于基斯里夫的最后一种骑兵兵种 熊骑兵可能是很多人对基斯里夫兵种的第一印象 但是很可惜基斯里夫的熊骑兵 既没有出现在第六版军书当中 也没有在战锤RPG第二版《冰女王国度》当中出现过 熊在基斯里夫的军队当中应该和帝国的施旧一样 一般只是作为将领和熊神祭司的做起 在桌面渔戏当中 GW死前一直是没有为基斯里夫引进熊骑兵 但是GW确实曾在第八版军书的背景资料当中提到过 就是传说基斯里夫是有熊骑兵的 因此基斯里夫的熊骑兵一直以来也是有争议的 但是熊这种生物在背景当中作为基斯里夫的野兽兵种 是有明确的桌面规则设定的 并且在上一部视频当中我们也看到基斯里夫是有专媒的熊雄师这种职业的 所以类比其他种族的野兽兵种 或许基斯里夫的战型部队也能分成野生战型部队和驯化战型这两种 在最后就是当年在战争大师的规则设定当中 GW还为基斯里夫引进了一种战争机器兵种 也就是这里的基斯里夫这种独特的战争车雷 那显然这种战争车雷在两色加装了顶盖之后 可能相比于帝国的战争车雷会有更好的防护性 而根据背景的描述 这种战争车雷有搭载火炮版本的 也有搭载普通的火枪兵的 那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我根据GW的官方资料 盘点的基斯里夫的本土的兵种 当然这其中也有取舍 特别是在战锤RPG当中出现的一些基斯里夫社会当中的职业 其中有一些呢 我是并没有把他们作为一种基斯里夫的兵种 而除了以上这些基斯里夫自家的兵种 当年GW在第六版军书当中 还根据历史背景为基斯里夫设计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盟友分浅队的机制 也就是作为旧世界秩序阵营抗击混沌的第一线 在桌面上基斯里夫的军队还可以招募帝国巴托尼亚 高精灵 木精灵 矮然 以及战争之权 雇佣兵 等这些派系的兵种 这一点如果引入到游戏当中 我相信也是基斯里夫这个派系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具体在游戏当中就可以体现为 如果基斯里夫在外交上与这些派系结成防御或者是军事同盟的话 那么他们就可以招募这些派系当中的一些兵种 当然为了平衡性的考虑 这些盟友分浅队可能会有招募时间 招募成本 以及招募数量等方面的一些限制 当然不论如何 我认为这种复合中古清华战锤背景历史的机制 也是非常值得C在游戏当中借鉴的 在最后我在这里再补充一下 看过我近期动态的小伙伴可能知道了 就在我的上一部视频 刚刚发布后不久 非常巧合的是GW那边宣布 他们将在战锤旧世界当中对基斯里夫做一些翻新改动 之前我在专栏文章当中 曾经提到过战锤旧世界 也很可能就是设定在帝国历史当中的三皇时代 而这个时代在背景历史当中 也恰好就是基斯里夫当初建国的时期 因此在这个时间点上 这次GW又为基斯里夫引进了沙皇或者是女沙皇的 寒冰议会这个设定 而负责守卫寒冰议会的则是这次战锤旧世界 为基斯里夫引进了一种由基斯里夫精英女战士组成的寒冰守卫 而根据GW的介绍 这种兵种独特的地方是在于 他们不仅能够熟练的使用近战和远程武器 而且还能够使用寒冰魔法 因此放在游戏当中寒冰守卫 或者就可以作为基斯里夫的一种高级步兵 或者也能作为基斯里夫的一种英雄兽物观 当然目前很多国外玩家都猜测GW此举 是不是与C将在全面战锤3当中引进基斯里夫有关系 那对此我个人的观点是 那关于战锤3的本体会有哪些内容 C之前可能已经在预开发阶段就设定好了 那如果有基斯里夫的话 C很可能会在使用原有资料的同时 吸取一些战锤旧世界当中的一些设定 或者是把战锤旧世界当中的一些新设定 作为后续的DLC 再引入到全面战争战锤3当中 因为毕竟目前GW自家的战锤旧世界 也还是处在一个开发的初期阶段 那好了以上这些就是我盆点的基斯里夫这个派系 如果出现在未来的全面战争战锤3当中 或许会引进的步兵骑兵野兽战争机器 以及盟友分遣队这些兵种 如果大家喜欢这类内容的话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三连或者是打赏 大家的支持就是我未来继续做的动力 当然如果有不足也欢迎大家指出 但希望你也能给出你的官方资料源 那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